哈喽,我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Gason 在前两期视频中,大家应该都看到了 我有,我脚里面又寄养了一只狗狗 但是那个狗狗呢,相当的不听话 就是在于它交流的时候 它可能是听不懂我的语言 所以说我就在网上买了一款狗语翻译器 就是人与狗可以互相的交流 并且呢,我在网上看到了也是有众多的好评 然后这个是一直担心 没想到当天晚上就显灵了 可买可用 缺点就是电池时间有点短 第二个好评是买回来用了几天 感觉挺好玩的翻译出来的时候 有时候挺像那回事 就是那个钻容易掉 总之呢,就是好评相当的高 所以说我就买来了这一款狗狗翻译器 它不光狗可以用 然后家里面养的猫啦什么的都可以用 一张狗语器翻译器的说明书 根据狗狗的不同品种性格特点机器 将有一个7到15天的自我学习调整 刚开始佩戴机器时如果狗狗出现不适应 甚至害怕的情况 请调小机器音量多与狗狗互动 还有很多微信提示我就不一一说明了 然后就是这么一款狗语翻译器 一个USB的充电器线 这个就是那个翻译器 一共是花了138块钱 如果真的管用的话 那就是相当不错的产品 接下来有请这只不听话的狗狗 好,我们把这一款狗语翻译器 放到狗的脖子上 这个上面有一个按钮 我们把它打开 我会说话了 我会说话了 好的,接下来我们就来测试一下 它这个机器到底怎么样 走 说话 说话 打你 打你 不说话 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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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吗 握个手 我把你尿疼 你把你尿疼 你把你尿疼 换 欧阳 你把你尿疼 握手 你把你尿疼 进 Christie 过来 过来 经过一下午的溜狗顺便去宠物院给狗狗剃了个毛 还要打了一针 我发现这个狗语翻译器 真的是一款垃圾产品 我不知道为什么网上有那么多的好评 它们到底是怎么来的 我发现这个就是一个录音的东西 它只会说那几句话 根本没有什么翻译狗狗的语言那种 有时候放这不动 稍微一碰它都会说话 我给你们试验一下 大家应该可以听到吧 找妈妈带在我手指上它都会响 所以说这个根本就不是什么狗狗翻译器 大家也千万不要相信所谓的网上的那些好评 我已经去到家亲自的汤锅雷了 所以说大家想要在与宠物交流的时候 还要靠一定的那个网上教学的视频来学习 像这些东西根本就是糊弄人的 白花了我一百多块钱 没啥用 好了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非常感谢大家观看 我是扫雷哥一森 又为大家测评了一款非常鸡肋的产品 火石石神 你是个吃货 你是个垃圾产品 我要玩 你要玩 玩什么玩 一个人给这玩吧 来吧 来吧 感谢观看